两岸领导人也就是马锡惠会面的成果 要开放包括了重庆 昆明 还有南昌这三个城市 作为首批路客中转的试点城市 以后可以说是 只要拿着护照和机票经过了桃园机场 就可以再转往其他的国家 那么台湾可以因此增加不少的航空旅游运量 那么甚至是受惠的除了华航和长荣等航空公司之外 也有咱们的桃园机场 对此总统府肯定陆方的诚意 也呼吁希望继任者要用心维系好好珍惜 人潮带来前潮 尤其大陆客为台湾观光业带来不少商机 国大办宣布为了落实马锡惠成果 将试点开放南昌 昆明 重庆三个城市到台湾转机 以往这三个城市的航空站若要飞每家航线 除了北京还能到上海转机 现在台湾桃园机场也开放 对陆客来说多一个选择 那不是挺好的吗 方便更好 要多方便 有多方便 享受桃园机场的优雅 体验台湾的味道 就算扑布海关 不进台湾 转成台湾的航空公司 也是一种享受 陆方事办 马总统表示感到欣慰 两岸和平 繁荣现状 何来不易 希望继任者要用心维系好好珍惜 但让陆客到台湾转机早就讨论多年 只是碍于双方无法达成共识 终于在2016年一开始有了结果 现在不止淘机免税商店 将迎接更多的到来 也有航空公司表示希望增加航班 免除陆客到大城市转机 机位订不到 航班总是延误的窘境 今天台湾桃园终合报道